大家好,请坐下 谢敌你慈悲 非常地开心 今天是难得的一个日子 我们大家相聚在这里 人山人海 为什么回来 因为不要白来 我们都要当什么 白羊天使 但真的能飞起来吗 就要看我们自己了 刚刚后学看到前一堂课 很多人很认真在拍照 在记录 其实你们都不用 因为手册里头都有 有给大家两本手册 一本叫小组长手册 一个叫关怀成全手册 那关怀成全手册里头 我们这三T次 还有上次外聘的三位点人士 所有关于度人成全的所有内容 都在那本秘籍里头 所以那本手册 大家回去要好好的看 这一本 大本的这一本就是关怀成全手册 这一本大家回去要看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 这个关怀小组小组长手册 是比较小本的这一本 大家是不是都有这两本 没有的请举手 是没带来的请举手 好 没带来 有没有交代你们要带 但忘了带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年纪大了 可以原谅 那没有的请举手 没有的 哇 有三位没有拿到是吧 哇 那没有的话 这个小组长手册 没有的请那个 那个桌里 对这个小本的 小组长手册 是小组长才有 小本的 如果没有的话 先跟隔壁的看一下好不好 中午的时候再补给大家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后学要跟大家谈谈 关怀小组小组长的手册 好 接下来都是后学的时间 有三堂 你们坐着比较累还站着比较累 站着比较累 站着还可以走来走去 坐着都不行 那前面一堂课叫做 一周一日醒 重不重要 那平常我们有做一周一日醒的 请举手 哇 给他们掌声一下 有大概二十个同学 好 不仅他们要做一周一日醒 从今年开始 我们希望大家都一周一日醒 除非你不行 不行的时候就生病 重要的事情 好 刚刚那个 陈养师有讲 很多人都在家做什么 对 大家跟我念一遍 典师典师 典师典 University 别让典师典典时 别让典师典 call 好 懂吗 别让典师典拝 有一句话说 困难困难困在家里万事难 出路出路出去走走就有路 来大家念一遍 困难困难困在家里万事难 出路出路出去走走就有路 所以我们要不要有出路 要不要有出息 要 要就要动起来 全给我们慈悲 今年是我们的关怀成全年 这四个字记得 什么年 关怀成全年 对 关怀成全年 我们整个要动起来 弥勒山都已经动土好几年了 工地也一直在动 只有工地动不行 我们人也要动 所有的这些 我们到监前前 大家要一起动 接下来我们开始看 组长的手册 那没关系大家先看荧幕 需要看手册后 学会跟大家讲 好 怎么不会动呢 好 第一个问题问大家 成立关怀小组 我们是否大物就会开始开展 我告诉大家 不一定 成立关怀小组 是否大物就会开展 不一定 我们现在各区 或许有到各分团区 大概了解 每区几乎都有三组到五组 有些更多七八组以上了 都有成立的 对不对 那你们想成立了之后 是不是就会开始 大物就发展了 不一定 如果你还是成立了 不动 我告诉你 还是没有用 还是没有用 所以呢 这个啊 若你不改变 不可能奢求 怎样 众生也会改变的 所以必须我们要改变起 那再接下来看下一句 慈心真诚关怀 是否大物就会开展 大家肯不肯定 对 这一句就肯定了 对不对 只要你真心 慈心的去关怀 所有的众生 大物一定就会动起来 成立小组 不一定会动 但你真诚的去关心 付出 就会动起来 刚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前一堂课 那个成讲师 有一个特点 你们发现到什么特点 不是积极而已 你有没有发现 他常常跟技工老师 跟先佛在怎样 对话 沟通 有没有 甚至写信 你们有跟上天老母 跟诸天先佛 跟技工老师 对话过吗 有的时候 通常是你很苦的时候 对不对 啊 老师啊 我好苦哦 老师啊 我现在得病了 怎么办 老师我家人又怎么样 是不是 对 你都是为谁 为自己 可是我们真正跟老师对话 要为什么 众生 真的 你如果常常念念老师 老母 跟老师对话 有时候我们都会遇到 很多困难挫折 还有你们有发现 他刚刚有提到 他们都把要关心的人 都把他放在哪里 对 佛桌上 你们有没有放过 来放过的请举手 哦 还不错 有三分之一 回去要放 后学也放过 后学也放过 有人考试的时候 就放什么 准考证 也没关系 这个上天慈悲 多多的家福 但众生的名单 你可以放 甚至众生的苦难 众生遇到的什么 病魔考验 你就把他名字写上去 每天你就扣手 每天持经 然后多关心 多关怀 你也不能只有靠上天老母 就说好 我放着就够了 你要不要自己出去走 要啊 你不能只有放着 老师你慈悲 没有我的事了 那不行啊 人行天才能怎样 住 对 人行天才会住 你不行天就怎样 不住你啦 所以记得 成立关怀小组 大物未必就会开战 可是你慈心真诚的去观怀 道物就会怎样 真的就动起来 好 那我们这一本手册 有分五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是序言 我们除了要当一个修道人 我们在座是不是都是修道人 好 你们是不是人 本来就是吧 那你们除了当个修道人 还要当一个什么人 对 牧羊人 答对了 给他掌声一下 牧羊人 除了自己修道不够 还要效法老千人 他们的精神 老千人有一首歌叫什么歌 牧羊人 对 众生啊 就像一群羊群 需要有人去帮他们牧羊 去照顾他们 爱护他们 让他们成长 我们今天这个班是什么班 关怀小组的种子班 为什么叫种子班 一颗种子 一颗种子 放了几千年 那颗种子会不会坏掉 大陆有挖那个古墓啊 挖起来有个种子 几千年前的种子 放到水里头会不会再发芽 会 所以有一句话 一颗麦子若不落地而死 它永远只是一颗麦子 若这颗麦子落地而死 它就会生发出怎样 千千万万的麦子 所以我们是不是都种子 是 你们是什么种子 什么种 佛种 对 我们都是佛种 好 那这个佛种要靠什么 才能发芽 种子是不是要有水 对 那要靠什么水 要两种水 一个叫智慧水 一个叫功德水 智慧水靠自己去修 功德水靠行功利得 救度众生 去奉献 去了业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 种子班的种子 也是个佛种 但我们要有水 你只有一颗种子 你还是你 永远就是你 所以必须要为众生 去付出 去奉献 这样子我们那个芽 佛芽才会开出来 好 那小组长一定要做到三性 大家知道三性吗 你不要说 金里我知道 一性二性三性 银行 哪三性 对 所有的小组长 副组长们 这一点一定要有 你若没有信 那就行不了 信为道元 功德目 老千人大德也说 信实 大信于天 对 所以第一个 你对天一定要相信 一定要肯定 所有的老前人辈 所有的这些 前辈典玩师等等 很多前贤 他们就是因为相信上天 肯定上天 肯定诸天先佛 所以这叫第一性 第二个是什么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什么 相信自己都是一颗佛种 相信自己 我也能走出去 我要自觉 还要觉它 第三个 我要相信所有众生 相信众生是什么 也是一颗佛种 对 这三性一定要有 如果你不具足这三性 那都不行 那叫没有三合一 一定要做到这三性 三性哪三性 相信上天 相信自己 相信众生 这是所有的 我们所有关怀小组的 成员都要知道的 那今天我们会有五大单元 跟大家分享 这个手册里头 也是分这五大单元 来我们念一遍 第一个是认识 关怀小组 二 关怀小组 组长的理念 三 小组长的职责 四 关怀小组的聚会 五 各项实用表单 好 那今天我们要让大家 倒吃 甘蔗 大家知道怎么吃吗 先苦后干 叫倒吃甘蔗 这边没有甘蔗 今天呢 会从第四单元开始讲起 我们不从前面开始讲 为什么 因为前两 题次 讲 就是我们谈办公修班 跟干部班 还有后学在 从去年开始到各分团去 大概都有一直在 说明了 所以那些重点 前面应该大部分的人 都听懂了 不一定懂了 听过了 那因为今天怕时间不够 所以我会从后面 开始讲起 那有时间再来复习 前面的 好不好 来后学先调查一下 没听过 后学讲过 公还小组的 前选请举手 完全没听过的 那还是有一些人 那所以前面还是要讲 没关系 如果前面讲不完 回去自己看 因为里面都写得很清楚 但后学今天会把重点 先从后面开始 因为很多区已经都成立小组了 可是要怎么去 做公还小组 怎么聚会 因为小组重点在什么 聚会 那到底要如何聚会 很多人可能不太懂 所以今天会从第四个单元 开始谈起 好我们现在就 坐时光机 跳到第四个单元 很快就跳过来了 好 第四个单元里头呢 第一个 我们要了解是 关怀小组的运作 关怀小组到底要怎么运作 首先一定要成立什么 小组 那小组要怎么成立呢 小组到底要怎么成立 一开始 我们应该叫列名单 列名单 把哪些人的名单列出来 只要是 只要是还有常出来 常接近的这一些人员名单 都可以列出来 这样了解吧 你认为这些都还有常出来的 也许初一十五班 情务 了愿 还有出来的 这一些名单 就是小组成员名单 要把它先列出来 那列出来之后 你可以是它的地缘 年龄 因缘 熟悉度 共通特性来分组 像有些后学知道 年轻人他就把它分成年轻一组 那有些人比较喜欢烹饪的 他们觉得 他们刚好这几个 比较因缘式 刚好又认识 就可以成为一组 那有些是因缘关系 比如刚好都住在这附近 大家也都熟悉 那他们就可以编为一组 那可不可以七十岁跟二十几岁编一组 可不可以 没有绝对不行 但尽量的啊 避免 你大家想一想 二十几岁的坐在全部七十几岁的那里 那怎么互动沟通 不容易啦 除非他很年了阿嬷 阿嬷就那时候我也要叫他 这样这怪孙的很好 可是通常很少 话题不同啦 话题不同 所以你们要试这样子去分组 好那记得 接下来红字这里 来念一遍 每组含小组长 副组长 共大约五到八人皆可 记得 小组人员五到八人开始 最多不要超过几个人 十五个人 到了十五个就准备要分组了 那后学到歌分团去呢 有曾经看过有些区很认真 一个小组长 哇名字列出来三十个人 照顾得了吗 结果真的他们这些有来吗 没有 他说这些是要去关心的 好 那个就不是小组真正目前的成员 你可以列在 B级 B级就是说 未来要关心 未来可以进来的 但他现在不是正式组员 这样了解吧 好 要把他分开来 所以正式组员大概五到八人开始 九个人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十个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大约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这样成立小组 这样了解了吧 好 第一个 那再来 第二 要确认每组自发怨心 适合的小组长及副组长 这个小组长副组长 是自发怨心很重要 不是被安排的 在座有没有被安排来的 有没有 有请举手一下 不敢举了 有 有被安排来的 那回去要想一想 是不是你的自发怨心 因为你要去关心人家 不是别人叫我 你去关心别人 我们的慈心悲愿 是自己去成就的 不是别人来督促我们的而已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你一定要是自发心愿 而且这个小组长跟副组长 一定要跟组员稍有熟识的姻缘 你一开始要当他们的小组长 副组长 你不可能完全不熟识 那这样子很难 所以一般而言 一开始的小组长 副组长 都跟这些组员有 大概一些姻缘了 好 那多久要关心组员一次 至少一个月一定要聚会一次 不是关心 聚会一次 大家要相聚一次 至少一个月一次 最好两个礼拜一次 那更好 那两个月以上 那就不好了 为什么 你两个月聚一次 他一次没来 几个月才会碰面 四个月的 那一年几个四个月 对 那一种没有效果 懂吗 所以至少基本一个月 最起码你要聚会一次 好 我们接下来看到 这一个成长的图 这一个图很重要 可以 这不能放大了 看得到吧 如果没有 大家可以看手册里头 来 左边这边有一个叫人数 左黄色的这个叫人数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 最多到十四个人准备就要分组 下面有一个蓝色的这一条 这个叫什么 聚会次数 也是从我们第一次聚会 第二次聚会 一直到第三十次聚会 假设一个月聚会一次的话 请问三十次总共聚会几 多久时间 两年半 所以你这个小组就从成立开始 你就预计至少陪伴他们两年半 这样懂吧 好 那整个小组的阶段有分五个阶段 有五个阶段 来我们念一下 第一个阶段叫什么旗 认识旗 第二个阶段 凝聚冲突旗 第三个阶段团队旗 第四个外展旗 第五个备争旗 好 大概会有分五个阶段的成长 好 那到底怎么成长 这很重要 所以大家成立小组不要急 不要急着 我要赶快看到成就 不用的 你只要按照这个阶段去进行 慢慢的小组就会慢慢成长 来 第一个旗叫什么 认识旗 一开始只有几个人 也许四到八个人 在这个中间 但你前面有六次聚会 假设你一个月一次 也就六次聚会就花多少时间 半年 也就是半年的时间 给你们大家完全慢慢的去认识熟悉 认识熟悉 好 那彼此认识很重要 我们看到手册 第28页 好 28页 大家翻到第28页 没有的就跟隔壁的先看一下 第一个阶段叫做认识旗 我们念一段那个黑色 黑体字目标 有没有 目标是要营造一个开放 温馨放松的气氛 使大家可以很自在的分享交流 发展出主缘对心中 对小主有认同的归属感 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 第一个阶段 你不用急 只要让大家有一个归属感 大家能认识 慢慢的变成一个群体 而且有共识 这样就可以了 你不用一开始 这半年就要赶快鼓励他 最好赶快什么 吃素 亲口 他赶快参加什么班 不用 你就是在这半年里头 大家凝聚 让他慢慢有信心 让大家有认同 这六次的聚会 这样了解吧 这叫做认识旗 好 那认识旗 慢慢半年过后 慢慢就到什么旗了 来 凝聚旗 对 凝聚冲突旗 那为什么叫凝聚跟冲突 或许问大家 人跟人相处 昆道问你们 你们认识你们先生吗 从什么时候认识的 交往就开始认识 到结婚几年 有人三年 有人五年 有人一年对不对 所以请问你认识 老公如果三年前认识 一直到结婚 那是不是认识几年 三年 但真的认识他吗 你会发现结婚之后 发现我怎么跟我当时的 不一样 然后就开始结婚之后 就有冲突对不对 这就一样 凝聚之后 你发现开始一直相处 久了就有 我有我的想法 你有你的看法 所以这个阶段 就会有冲突 产生了 所以从开始 分享交流 重点 你看下面有个重点 第一个认识期的重点 在于彼此认识 跟分享交流 但过了这六次之后 你会发现 彼此慢慢肯定了之后 可是凝聚也有了 冲突也跟着 冲突也跟着起来了 这个期间就很重要 小组长 你必须去协调 去包容 去关心 去鼓励 不然的话 他就开始变直 他就会变成第一条线 所谓第一条线就是说 因为他产生冲突了 所以他就上不去 等到了半年 一年 两 一年半 请问你的人都还在几个人 大概就六个人左右 也就是说 你会变到第一条线 那你这一个小组 一年半 这个小组就要拆掉了 代表你凝不起来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第一个阶段是彼此认识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凝聚跟冲突 但冲突没有关系 人家说不打 不相似 所以也许冲突里头 你才会更了解个性 原来他特质是什么 懂吗 后学举个例 以前有一次 有一个道琴 也是谈判 后学刚领命的时候 还三十五岁 可是呢 我们谈判很多 那有些老菩萨 年纪大的 他们是不是很喜欢 烹饪做事 你要他讲话 就像要他的什么 那另外一个前选 也很好意就请他说 哎呀某某某 不然你起来讲话 他马上就 他就这样 可不可怕 突然我吓了一跳 谈判全天他就这样 拍了一下 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调解 衝突起 突然怎么变这样 安抚 不敢安抚 我三十五岁 人家五六十岁 怎么办 点点 包容体量 结束之后 屈中心跑过来 屈中心说 经理啊 很难看 你要不要 跟他讲一讲 去讲一讲 不要这样子 很难看 我只跟那个 屈中心说 我问你 如果今天老前人 坐在这里 他会不会这样 拍 他说 应该不会 我说那就对了 不是他的问题 是谁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老前人坐这 他会不会拍 不会 我说那所以 不是他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所以不要怪人家 我们不要讲 不要讲 都不要讲 事情就让他过了 包容一下 体量一下 可是你了解 他的特色是什么 他喜欢做事 喜欢了愿 可是他不喜欢 讲话 所以虽然在这里头 有难免有冲突 你要包容体量 就慢慢了解 原来他不喜欢讲话 以后要不要 再叫他讲话 不要 你就安排给他去 烹饪 他很开心 可是我们只要提上 修道理念就好了 每次只要提上 修半道 要看回来 要调整自己 几十年就没再拍过了 所以不要怪别人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你小组长也一样 遇到冲突的时候 你要去想想 哎呦 典团师坐在这里 他会不会冲突 那不会 代表我们小组长 德性还不够 所以我们只要 怎样包容体量关系 所以这就是第二阶段 当你走过这一个阶段之后 他就会到第三期 叫什么期 团队期 好 第三阶 第三阶段叫团队期 我们看到第二十九页 第三个阶段 好 第二行 我们在后面这里 大家念一次 在这个阶段这里 来 在这个阶段里 可以说是小组真正的成长阶段 在小组里可以开始大力的建立 共同的学习成长目标 不管是对修道 办到的充实与经济 或是发心欢喜参与 学习了愿的担当 好到这里 你们会发现 到了这个阶段之后 有时候 大家就会开始 有共同的目标了 甚至他会发心参与 参与什么 道场的活动 参与志工 参与课程 但这已经过了多久了 可能一年的时间了 一年的时间 然后呢 他开始对天会肯定 对上天慢慢理解的 对修道也肯定 这叫第三阶段 可是如果你这一个地方 没有把它做好 冲突期产生之后 好 你没有走过这个冲突期 它就会变成第二条曲线 有没有 凝聚不起来 你就只能维持这样 所以第三阶段很重要 凝聚起来之后 他开始慢慢 人员就开始往上走 所以那是一年的时间 一年 这样了解吧 好 那到了第四个阶段 就是一年半过后了 叫什么棋了 外展棋 什么叫外展 外展就是阔外 往外怎样 去度化众生 不是只有你小组长 副组长在度化众生 这一些组员们 他们都有他们的姻缘 对不对 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亲戚 他们的朋友 他们的小孩等等 他们就可以接引进来了 所以到一年半之后 这个时候是很重要 叫外展棋 他们也开始慢慢学会度人 你会帮着他们一起去关心 一起去度人 不是只有叫他们度人 你要一起帮着他们 关心他们的姻缘 不然你直接就叫他 一直度人 他也会有压力 度不来他就没信心 所以第三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 外展棋的时候 是小组长 副组长陪着他 甚至一起去关心他的姻缘 这叫外展棋 那如果你没有外展的话 你会发现 你这个小组一年半之后 大家都很热络的 也很团结 也很凝聚的 可是他没有心要度人 也没有心想去关心外面的人 这个时候 你到这里就上不去了 就只能这样子 就没有办法 人数再增加了 所以第四棋 是外展棋很重要 你才会有增加到 大概十三十四个人了 好 那最后一棋就是什么棋 被增棋 被增 那如何被增 这时候也很重要 你看第四条线有没有 本来从十三个人左右 突然就降到几个人 八个人 为什么 人有一个特质 我们彼此都很熟了 对不对 突然要把我们拆开 甚至你要跟着谁一组了 人有时候开始矛盾了 甚至不适应了 所以基本上还要有半年的时间 开始准备让他去适应 缓冲 然后再让他们知道 我们未来就要再分两组了 那这样子慢慢他就能理解 那他们就会成长 不然有时候突然到这个时间 他就突然 我不要去了 因为把我们分开了 所以第五个阶段 叫做被增棋 这一个阶段是也很重要的 好 这个我们小组的从创立开始 一直到最后被增 总共会历经多久时间 两年半 两年半的时间 长不长 可是大家不要觉得长 道清就是关怀出来的 你不要急于一时 后学再问大家一次 这样的观念 只要扎实 那个力道不一样 后学问大家 之前有问过一些人 今天后学给大家两千万 你们要不要 怀疑要不要 两千万要不要 要 但我今天如果给你一块钱 你们要不要 也要嘛 明天给你两块钱 后天给你四块钱 大后天给你八块钱 就这样给你一个月 就不给了 请问你要一次拿两千万 还是要后面的 一次一块 两块 四块 八块 给一个月 要哪一个 要哪一个 为什么要后面的 对 因为它被增 你开始觉得 这一块 两块 四块 可是你知道 一个月后 它多少钱吗 几十亿 几十亿 所以小组 你不要小看它这样 举例 你们现在只有三个小组 没关系 你很关心 认真的去做三个小组 三年后 两年半到三年 三个小组就变几个小组 六个小组 那在三年后 就是第几年 第六年 那六个小组 就变几个小组 十二个小组 到第九年的时候 就变几个小组 二十四个小组 力量大不大 大 所以重点 你要能扎扎实实 落实的去成全 去关心 照着这样子 一步一步的去做 但也许不可能百分之百 每组都发展那么好 可是如果有七成八成 那整个道路就慢慢 就会成长 这个概念 大家懂了吧 好 所以关怀小组 有这五个阶段 大家要厘清 所以你不要急着 现在一下子就要跳到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那你绝对会 怎样 碰壁 你只要第一个阶段 做好了 那是不是一定要两年半 不一定 有些小组也许你会发现 他很快凝聚起来了 他也许三个月四个月 就已经开始凝聚得很好了 他开始建立目标 团队期 也许他不用到一年 说不定八个月他就完成了 那有没有关系 不行 今天你说要按表操课 进度操前不好 往后推一点 可不可以 不用 不用这样子了解吧 你只要按部就班 可是你如果操前部署 没有关系 你就照着这样子 顺水推舟就去做就好了 这样了解吧 好 这五个期我们念一遍 来 认识期 凝聚 冲突期 再来 团队期 外展期 倍增期 好 所以小组长目标两年半的时间 好不好 这样会不会有压力 不会吧 两年半 但你不要到两年后才跟经理说 经理我还在认识期 那你这个小组就一定要拆掉了 好 这样五个阶段了解了 好 再来 聚会的频率 一般来讲呢 凝聚力越来越好的时候呢 一个月可以变成两周一次 两周一次 有些凝聚力更好 甚至可以一周一次 有些是这样 或许到各分坛去 有些分坛有讲过 他们说一开始 他们是 一开始两个月 或一个半月 聚会一次 结果聚会到后来 那些人说 太慢了 我们那边 一个月就赶快聚一次 甚至有些说 两个礼拜就开始要聚会一次 当你的小组有期待的时候 代表你的凝聚力就已经出来 他就已经到了什么 第二阶段了 他已经开始期待要聚会的时候 如果他都一直不期待聚会 那你还在认识其 所以聚会的频率 至少一个月几次 一次 一个月要聚会一次 不是加访一次 是所有人聚会一次 那如果说你的小组主员有七个人 只有一次只能来四个人 三个人不能来 要不要聚会 你不要说 因为缺三个人 那就怎样 下次了再改时间 不要 来三个 来四个 你就先聚会 把这三四个先凝聚好 三四个种子先凝聚好 下次人加进来 那个凝聚力 他会感觉不一样 那下次这几个不能来 又换另外的人来 要不要聚会 一样再聚会 这样了解吧 这是聚会的频率 那初级聚会 这刚才讲的 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出席 可是不要因为这样就停止 那关怀小组如何成功的聚会 怎么样成为一个成功的聚会小组 第一点什么很重要 聚会环境很重要 聚会环境 那到底聚会环境要怎么样 让他营造一个很好的聚会环境 我知道很多人聚会都会 一开始都会去聚餐 对不对 前面一次两次可以 但如果你每次都去餐厅 很吵的地方聚餐 其实有时候可能 谈的时候会很吵杂 心定不下来 而且别人走来走去 这个时候 那个聚会效果 其实不会很好 所以聚会有五个重点 第一个来念一遍 主缘的座位距离 避免太远 比较太远 讲话才会亲近 第二个 避免排排坐 或有些人坐在后面 或有人坐椅子 有人坐地板 有人看不到彼此 所以不要排排坐 就像今天我们这叫排排坐 我们这个不叫聚会 这叫什么 上课 听课 所以聚会一定是大家 每个人都看得到每个人 而且不要有两排前后 除非场地真的是没办法 不然避免这样子 还有手机尽量 大家把它调成什么 或静音 也可以提倡 不然的话 边聚会一直听 一直影响 那种聚会品质就不好 第四个呢 好 避免有阿猫阿狗 在旁边一直跳来跳去 如果有这样的聚会环境 你就要注意下次 可能就要调整一下 不然你会影响大家的一个说法 除非那一只小白兔很乖 就跟那个 成长师那一只一样乖乖的 他就坐在那里 那没关系 如果他会影响 那个你们就要考虑这个环境 是不是要调整 最后一个 最好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避免太多的吵杂跟干燥 这是聚会环境 好 聚会环境 好 再来 第二个 聚会的精神目标呢 来我们念一下 第一个 在人际的社交关系 与心灵层次提升 两方面 皆能投入成长 这是很重要的 有没有看到这红字 一个是什么 人际的关系 一个是什么 心灵层次 那为什么聚会 成功的聚会 他的精神目标 要有这两个 你如果每次聚会 大家都是来培养感情 大家都是来吃吃喝喝 或是唱唱歌 我跟你讲 唱了一年两年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还想来 我告诉你 那个不太会了 因为他没有心灵的提升的时候 他就觉得来这边 其实久了 只不过一直吃一直喝 那种不会有心灵交集 心灵成长 通常这种聚会 就不会是成功的聚会 那个叫吃喝玩乐团 但吃喝玩乐 你要吃的有意义 所以一定 第二个心灵层次提升 一定要有 那待会要如何 心灵层次提升 我们会说 还有再来 必须要计划好 每次的小组计会 后学知道 有些小组开始推动的时候 有没有计会 有没有计划 没有 反正找大家来 就开始聊聊天 每次的计会 小组长跟副组长 都要计划 那如何计划 待会我们会说 还有永远不要忘了 以下的三角精神 哪三角精神 人跟人 还有呢 人跟上天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要到最后 都是人跟人的一个人情 自己对上天有信心 让对方对上天 也能接引上去 所以以前前辈常讲 带人要带到哪里去 对 带到上天那里去 等到有一天 你把你的主言 带到上天那里去的时候 你就不用担心了 不管你把他丢到 哪里去 他都不会死 都不会退到 因为他已经跟上天连接上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懂 所以聚会的精神目标 有一个人际关系 还有心灵层次 一定要有 这一点很重要 好 再来 小组聚会的形式 有哪些形式可以聚会 除了我们经常性的聚会 经常性聚会之外 还有可以以下的聚会 你可以怎样 一 来念一遍 可以聚餐或茶会 第二个 节日性的聚会 第三个 特殊小影片的欣赏 第四个 是某组员 加温馨聚会 第五呼 对 这一些可以去搭配 偶尔有时候可以 大家出去 走一走 像我们区有一组 他们出去三天旅游 大家很开心 三天旅游 三天可以关心多少事情 可以聊多少天 很多 他们就去三天 然后呢 要谁规划 小组长 不一定 要给组员 有时候有发挥的空间 比如某个人 他比较喜欢旅游 你说 你是专家 来 这三天给你去规划 规划 给我们大家安排好 他如果欢喜 就给他去做 吃的 给谁去安排 交通 某某人 你来帮忙安排 那小组长 去关心他们 这样就好了 不一定什么都 小组长做 要让组员 有去付出奉献的机会 所以聚会的形式呢 不是很呆板的 他可以很活泼的 可以有这些都可以 那节日性聚会 有什么节日 对啊 某某人生日 可不可以聚会 借由这样聚会 哎呀 某某人生日 要请大家来聚会 可以啊 你的主缘 大家一起去 今天母亲节 我刚好好几个 昆道 我们就一起帮大家 过个母亲节 大家聚会聚会 提早 可不可以 可以的 这个你们自己去安排 所以聚会形式 不要觉得 每次就是坐下来 就是很死板的 那不畏活泼 好 再来 小组聚会很重要的是 这四点 我们念一遍这四点 来 互相交流 参与 分享 彼此 关怀 心灵 成长 所谓的聚会 他就是要有 彼此的互相交流 因为他不是来听课的 他不是来听课 所以你一定要去引导他 你有互相交流 而且要有 参与跟 分享 然后彼此要关怀 不是只有组长 在关心组员 到了有一天 你会发现 组员跟组员 会彼此关怀的时候 你这个小组 已经差不多 成功80%了 一般开始 都是组长跟副组长 一直在关心 对不对 可是若你到最后是组员会彼此关心的时候 那你的小组已经就成功80%了 好 那第三点 来 这个很重要 念一遍 避免聚会变成一个烹饪学习班 歌唱班 品茶班 聚餐美食班 读书会等特殊项目的学习班 而失去了什么 关怀小组的重 你说可以啊 我们就成立一个卡拉OK团 很喜欢唱歌 一直来唱歌 那你就变成KTV团了 那你喜欢烹饪 可以 可是你不能每次都只是来教 烹饪班 那你就不是关怀小组 关怀小组一定是要大家彼此谈心 关怀 大家的苦 大家的难 大家彼此成长 这才叫关怀 如果只是来学习课程 那个你另外开另外的班 那叫烹饪班 什么美食班 你要什么读书会 那另外读书会 跟关怀者 不是启发者 是什么 协助者 为什么 我们一般 比如后学讲 后学在这边 现在在讲课 是当个启发者 还是协助者 对 现在只是在启发你们 协助者 就是让你们自己怎样 想清楚 动起来 所以当一个小组长 你要去当个协助者 而不是什么都是你在做 什么都是你在规划 什么都是你在付出 这样了解吧 这一定很重要 所以第一个 要帮助他们来念一句这句话 帮他们自己 发挥出每一个人的特质 每个人特质不一样 里面你的主员里头 也许七个五个人 他的特质是不是都不一样 对 那既是这样 你只要当个协助者 帮他们的特质 能够发挥出来 而且要鼓励他们彼此 有时候你会发现 后学讲很多次 彼此的付出 跟彼此的奉献 这很重要 后面这句话 让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 对 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做 不是什么都小组长在做 了解吧 不是什么事都小组长在做 而是要让你的主员 每个人将来尽量有事做 比如说有一个 很会喜欢拍照的 喜欢拍照 那有事听 你就赶快让他去 有一个人很喜欢什么 也许做一些工艺品的 那你有机会 有什么样的场合 可以让他表现 你就让他去做 像后学自己去 有办观音灾 那我们就发现 有一个道经他很会做面包 那面包跟观音灾 有没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但你就要让他有关系 所以就请他 能不能做一个面包 上面有个 起伏的福字 他去创造 然后让他每个人 到时候起伏完 一个人一个发福 不是这个发福 发福 然后有人会做那个小吊事 我们就鼓励他们 你帮我们做小吊事 来起伏的人 一人一个 跟他搭结缘 那是不是让他有事做 让他去发挥 对 所以你要去观察 每个人的特质 也许他很会劳动 很会种水果 很会种什么 很会种菜 你就可以让他去 迷了商丹什么 什么组 对 农务组 农务组 这样了解吧 所以这个是小组长的特质 要去当个启发者 好 那教导跟启发 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有时候常常当教导者 教导者 来 第一个 提供资讯及知识 启发者呢 提供经验及经历 这两个不一样 教导者就是提供资讯跟知识给你 但启发者 带动者 他会提供自己的经验 告诉你 带着你一起做 这样懂吗 带着他们一起做 然后把一些经历 交给他 如何做 而不是给他知识 第二个 他的做法是 扇行或排排座沟通 以传授学习 那这个是做成圆形的 然后圆形 你就看到每个人的脸 看到 比如说你们看到后学的脸 对不对 我也看得到你们的脸 你们彼此看得到吗 看不到 那这个时候 这个就属于比较 属于教导 后学现在讲课 都属于教导式的 那待会要分组讨论 那就是属于什么 启发带动的 大家如何分享 是启发带动者 记得之前后学讲过很多次 听课跟训练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好 你们每个人都在讲 听没人 培训跟听课 绝对不一样 后学之前举过个例子 一个人 听三宝 听的三十遍 三十遍 请问这个人 会不会讲三宝 不会 因为他是在听课而已 有没有培训 没有 一个人看人家 直理 直 三十遍 直的三十遍 他会不会就直理了 不会 为什么 没有培训 对 所以小组长 你要去培训你的组员 不是教导组员 一直给他知识 带着他做 带着他学习 这样他就会成长 还有指出结论 教导就是给他结论 就是什么 答案就是什么 启发带动 是让他一起发现什么 结论 大家去讨论 你们有什么想法 而不要一下子就给他结论 最后 这个教导者是验收学习知识 但这个带动启发是 学员回馈自己的价值观 与自我改变情形 他会回馈自己的想法 感觉 甚至他自己如何改变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请某个人 会讲三宝的 你起来谈谈 你练习三宝的感觉 他就会开始讲 我第一次讲很紧张 很害怕 那就是他在分享什么 自我的改变情况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